最近流行講一句話叫做Oka對不對 我之前遇到過一個案子 它是一到七層樓 傳統公寓 傳統公寓 然後有朋友到七六樓採訪去探訪那朋友 可是這個去的那個朋友 是一個女生夫妻是這樣吵架 在現場又跟她的先生吵起來了 她就砰從六樓跳到一樓 可是沒有現場斷氣 救護車救走了 就是我們說的 沒有在那邊斷氣 那麼它應該不算是凶宅 是以往生的現場作為一個評論 所以這是不同的 那如果是六樓跳下來 跳到二樓它死掉了 死在二樓的陽台 那哪裡是凶宅 陽台是屬於我們的 居室裡面的 那當然這個就算是凶宅了 那就是二樓 兩個一個 一個是格局不好的房子 二樓是斷氣這樣叫凶宅 二樓是凶宅 那不是二樓很衰 很倒楣 還有更 還有更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自殺掉在二樓的那個棚子上面 快斷氣了 可不可以請他從二樓的廚房 後陽台 能不能救他從客廳出去 既然屋主不願意 對 這錯誤 你要讓救人物第一嘛 你讓他先過去 無論如何那個怨氣會比較小 所以他怕斷氣那一瞬間在客廳 所以他不讓他過去 這是不道德的 我覺得應該讓他過去 那你剛說那個是陽台內 因為我認為是凶宅 帳篷外 還可以 還有爭議這樣 所以六樓跳那裡沒有關係 我個人認為是風水不好的房子 形成憂鬱多慮急躁 或是說睡眠失眠的房子 都有可能造成凶宅的情 這個我補充一下 法律上面到底什麼叫做凶宅 可以看一下 法律上面他規定 他叫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專有部分 所謂專有部分就剛才講說 例如說這個房子的所有權是你的 那你像中庭他就不叫專有 他是一個共有 大家一起共有 所以凶宅的部分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 例如說死在的地點 是要是在一個自己有所有權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才會變凶宅 第二個就是要他屋主持有的 這個時間內死亡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買的時候 都沒有發生事情 可是我買以前 我買以前他已經是凶宅了 那其實法律上面 他嚴格來講不叫做凶宅 要在你持有的期間發生死亡的事故 發生這個非自然死亡的事故 才會被認定法律上的凶宅 比方說現在是2018年 那我2017年去買這個房子 然後有人在裡面騷探是2015年 對那所以我買的房子就不算凶宅了 應該是說我們講法律意義上的凶宅 他不算 可是實際上面在那個什麼凶宅網啊 銀行裡面 他其實就是永遠都把你當凶宅看了 我們只是說我有沒有告知 我現在下一個要買的人的義務 如果在我持有的期間內 是沒有人發生這個非自然死亡事故 他是可以不被認為是 我有盡告知的意義 2015年有人騷探了 那本來是凶宅嘛 那我2017年去買了 那我接下來我就不需要告知 我要再賣賣的下一個人 對法律上是這個樣子 喔是喔 他一直講法律法律 是代表是條文上這樣 跟實際上執行面也不是這樣 他還是生生世世都是凶宅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我至少我沒有涉及法律問題 要看法官喔 有的法官說沒有錯法律是這樣子 有的法官說不行 這就是凶宅 因為都有判例 法官以前買過凶宅被騙過 他睡過之類的 這個認定的基礎是我們有一個叫 不動產的公開說明書 通常在買賣的時候 我要寫說這房子有沒有漏水 有沒有什麼有一個公開說明 是不是凶宅 那什麼叫凶宅 他上面是做這樣的定義 不過這定義 他不是完完全全是一個 法律的規定 他是一個不動產 在我們定型化區異條款裡面 政府規定的一個消消機會的一個 定型化區異的範本裡面 他是這樣認定說 你要在你持有的期間 而且是你的專有部分 還要發生非自然死亡的事 你如果在家裡面 生病斷氣那就OK的 對那OK的 所以剛才也有提到說 那跳樓的部分 我其實不是在六樓死亡 我跳下來是在一樓死亡的 那一樓又是一個大廳 又不是我個人的 那其實如果嚴格來講 六樓跳下來的地方 因為沒有死亡 沒有非自然 所以六樓不算凶宅 一樓又是大廳 也不是專有 也不算凶宅 可是實際上 真的在一般的我們生活上 這完完全全是影響房價